我和女友17年认识,那时候她20岁,还是个在校学生,是我参加一个活动认识的她,那时候她在活动上当模特,一见到她我就惊为天人,开始了追求,后来经过我不懈的努力之下,终于跟她确立恋爱关系,之后她就从学校搬出来和我住在了一起,我比她大10岁。 中国人的说法,勉强靠得上老牛吃嫩草了,最初两年我们很恩爱,当初我的收入还不错,所以我是给女友各种购买她喜欢的任何东西,吃遍了无数的美食和全球旅游,一路之上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欢声笑语。 但是,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完美无缺永远幸福的,我们的感情也是迎来了拐点,后来因为她毕业参加工作后,我们就面临很现实的问题,买房,装修,结婚。 于是和大多数恋人一样,我们开始有了争吵,开始吵架,冷战。 我本人自己做点小生意,在这最开始收入是非常不错的,但是大环境突然变化了,各种严控之下,让我的事业难度直接增加,收入开始了大幅度的锐减。 而且前景也是变得不明确起来,根本不知道这严控什么时候可以结束,虽然这时候买房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。 应该将现金保存,以备不时之需,但是看着女友那期盼的眼神,还有我对她的承诺,我这还是拿出了大部分的积蓄,凑足钱交了个首付,然后正式的在这个北漂的城市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。 虽然这个房面积不大,只有六七十平,而且地理位置也是到了五六环了,但是这也是非常昂贵的,一平七五十万块钱了,虽然是使用了大部分的积蓄购买,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之内,加上剩下的积蓄和一年赚的钱,应该是可以挣购装修和买家具。 家电的钱,但是没有想到,严控却是越发的严重了,直接到了不尽人情的地步,仿佛只要是不因为这个病死就行,其他的一些死法都可以无所谓,即使是饿死,这一年下来,根本没有赚多少钱,更别说装修房子和家具家电等的钱了,大约缺口五十万左右,虽然我安慰女友, 现在我们即使住不上那房子也无所谓,虽然租房,但是我们一样幸福快乐,等待时机后续再看就可以,这严控早晚有一天汇过去的,但是女友却是不高兴了,和我大吵一架,摔门而出。 然后就是各种联系不上她,离家出走大约半个月后,她回来了,随她一起回来的还有她包里的五十万元钱,接下来我肯定要问清楚她这段时间的去向,以及五十万块钱的来路,她首先埋怨一通,我不会挣钱等等等等。 然后说她生气这段时间住同学家,辛辛苦苦到处找同学亲戚借了五十万块钱,我听了首先很内疚,然后就是感动,接下来我就投入忙碌的装修当中, 但同时又发现女友自从这次离家出走回来后,变得比以前爱打扮了,每天去上班前都花很长时间打扮自己,然后美美的出门。 哦,忘了介绍女友的情况,女友不高,一百五十八吧,长相算个中等,身材匀称,皮肤很白很嫩,屁股大,翘,胸部很雄伟。 弟,弟,怎么说呢,女友不算漂亮,但很招男人惦记,她有一种男人见了,就想把她弄上床的想法。 这种女人广大狼友应该都见到过,观察了连续有半个月吧,我总觉得女友不太正常,于是在好奇心,抑或疑心病的驱使下,我在半个月后的一天早上跟踪了女友,那天女友应该休息, 但她说单位要加班,这已经是她第三次休息日去加班了,于是头一天,我就做好准备,找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。 第二天,女友出门几分钟后,我就开车慢慢跟了上去,女友出门没打车,离开家大约五百米后,就站在路边打了个电话, 然后就站在背境处,边玩手机边,等着什么。 我也不敢把车停太近,离她约一百多米停下车,也只有等着。 等了十来分钟,我看见一辆雅阁在她站立的路边停了下来,她走到副驾驶,一边拉开车门钻了进去,我连忙起车跟上,跟着跟着,就跟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宾馆, 然后从车里出来一男一女,男的不认识,女的是我女友,男的很自然地搂住女友的腰进了宾馆,我在车上待了四五个小时,没力气开车,浑身像虚脱了一样,心里面空落落的,很酸,一直到下午三点多,女友和那男人还没出来,我慢慢启动车子。 慢慢开回家,一头栽在沙发上,那天女友和平常回家时间一样,回到了我们的家,和平常一样做饭,洗碗,打扫,连续几天,我都跟踪女友,她也没让我失望,就算上班时间都会在中午和那男的出去,或吃饭,或开房,我陷入矛盾中,和女友的感情无庸置疑,很好。 但又接受不了她出轨的事实,但我现在很恨她,于是我在网上搜寻别的男人,怎么对待女友出轨这件事,那几天,一个人在家就泡网上了,看别人的处理方式,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处理,经过几天的对比。 思考,我终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了,我和老婆之间从来没有看对方手机的习惯,但这次我看了,我看了她的微信聊天记录,记住了那个男人的微信号。 然后,就加她,加上了就和她聊女人,聊了很久她才开始和我热烈探讨女人,我在网上找了些图片发给她说,是我近期在玩的女人,先是发一些生活照,不过都是我在发。 她在看和讨论,然后又讨论到女人和金钱的关系,我发牢骚说,我玩的女人基本上都要在我这里用掉两三万块钱的时候,她说确实,现在女人都他妈现实,然后说她近期玩的一个女人,中途找她借了五十万块,估计只有日回来了,我猜到她说的女人是谁了,我装着很感兴趣的要她发张照片过来。 她说没拍过,等拍了给我看,接下来我就给她发网上找的女人照片的果照,说你看看不穿衣服好不好看。 第二天在聊的时候,她给我发了两张照片,一张老婆做宾馆床上的生活照,一张老婆在宾馆浴室洗澡的果照,我等了一会儿回了去,她不值五十万,她说不值还能怎样,难道还指望她甄嬛啊? 其实现在就觉得已经腻了,你说该怎么办?我说那还不好办,找人和她发生关系,把钱收回来啊。 她半天没回,我以为她被我吓着了,过了一会儿,她回了一条信息,你说怎么才能这么做? 直接她肯定不答应,你给出个方案,一起挣钱,于是我就把早已想好的方案逮吧逮吧给她一说,然后就和她一拍即合,再然后就是商量方案实施的细节,她比我大几岁,姓郭,反正比我有钱。 她是因为家人住院和老婆认识的,哦,又忘说了,老婆是护士,当时老郭家人就助我老婆他们科室,出院的时候,老郭请他们科室医生护士一起吃饭,饭后打麻将,然后就熟悉了。 她也是,当时想上我老婆,于是就特别关照她,过后也单独请老婆吃饭,打麻将,就这样,老婆和她认识不到一个星期,就在一个麻将散场后的晚上和她发生了关系。 老婆找她开口借钱,是在他们发生关系后一年左右,他们在一起,使我和老婆感情还很好,那天老婆使出所有自学和导国片中学来的技术, 把老郭弄得五迷三道,筋疲力尽后就开了口,那时候的老郭脑袋一片迷糊,所以毫不犹豫就答应了,但过后就懊恼的一塌糊涂,她知道这钱肯定是别指望还了。 所有老郭认为老婆找她借钱,是早就计划好的一个阴谋,所有老郭很想要回那笔钱,而且还想要更多利息,老婆和她交往时说自己单身, 没说有我这么个男朋友。 所有我老郭之间的交流少了很多的障碍,所以在某个老婆打扮得漂亮,且无比性感对我说今天夜班而出门和老郭优惠的晚上。 我们开始实施续谋已久的计划,这天也是老婆的生日,这天下午五点多老婆出门和老郭去吃饭的时候,老郭跟老婆说她租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,布置得很温馨,很高档,一次交了三年租金,要是给老婆保管。 这套房子就是我们的安乐窝,老婆听了很感动,趁她感动时,老郭赶快叫了瓶红酒,把老婆灌得半岁,反正出餐厅时,走路得让老郭扶着。 上车后,老郭说要蒙上老婆眼睛,理由是要给老婆惊喜,酒精作用下老婆答应了她的要求,老郭赶快拿出网上买的静电胶带,把老婆的眼睛蒙上。 很仔细,老婆绝对看不见一点东西,估计是胶带太紧,不是很舒服,老婆用手去动胶带,老郭马上说不许作弊, 然后就要把老婆的双手也捆上,老婆也答应了,于是老婆的双手也被静电胶带捆到了背后,到了老郭租的房后,老郭背着老婆上了楼,老郭租的是一套富士楼,二楼外有一个平台, 房主在上面用钢管做了个葡萄架,还种了很多盆景,老郭把老婆牵引到二楼平台,让老婆坐下, 然后解开老婆蒙眼交代,老婆睁眼看见面前的桌上摆着一个生日蛋糕,还有红酒。 水果,老婆应该是被老郭的安排感动坏了,满脸幸福的笑,然后要老郭解开她的双手,老郭不答应,说不要老婆动手, 她要像养宠物一样给老婆喂蛋糕和红酒,而且接下来她又把老婆的眼睛蒙上, 说从现在开始老婆就是她的宠物,她要在老婆看不见,摸不着的情况下,给予老婆足够的疼爱和刺激。 女人是感性动物,听了老郭的解释,老婆除了感动,就是期待了。 老郭蒙上老婆眼睛后,说去拿红酒杯,就到了一楼,打开卧室门。 我和老郭的一个朋友在这个卧室已经无聊地待了三个多小时。 看见老郭,我们知道计划已经按照预想在正常行进中,老郭拿上摄像机,我和他朋友戴上只露出眼睛,嘴巴和鼻孔的面罩, 脱掉鞋子,赤脚跟着上了二楼平台,老郭坐在老婆正面,用勺子一点一点地给老婆喂蛋糕, 偶尔喂上一口红酒,一边说着肉麻的情话挑逗,老婆一边吃喝,一边回应着老郭的挑逗, 我和老郭的朋友在旁边看着老婆老郭调情,内心五味沉杂,很不好受,这还是我老婆吗? 老郭又给老婆灌了两杯红酒,这次的红酒里面加了安定片,在酒精和安定片的双重效力下。 半个小时,老婆进入了深层睡眠,我们试着用力掐她,上耳光她都没有醒的迹象, 然后用一床毯子裹上老婆开车,去了另一套简陋的出租屋。 到了出租屋,解开老婆双手,拿掉蒙眼的胶带,把老婆身上用温水擦拭干净后,就把她放到床上盖好被单, 然后老郭打电话,把她外地到我们这里出差的两个生意伙伴叫了过来,应该在今天之前老郭和他们沟通过, 他们来了之后,就直接戴上头套开始了,完事后,套出一千块钱给了老郭, 然后老郭把钱交到我的手里,第二天,我的硬盘里,就多出来一堆昨天的照片和视频, 然后相同的手段,我们又进行了很多次, 这些人都是老郭和他朋友找来的,全是外地人。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的这些人,这一个月来老婆问老郭他为什么总是精神不太好, 老郭读解释说可能是玩的频率太高,人很累吧,老婆也没怎么怀疑, 但继续下去老婆可能就会怀疑了,于是我们开始进行第二步计划, 老郭的朋友申请了个新微信号,加上老婆后, 没几天老婆就收到了几张昏迷时的照片, 然后就是了解情况,各种骂,各种威胁,各种服软, 最终好像达成了协定,我们问老郭朋友对照片来源怎么解释的, 他说是在KTV发现老婆烂醉后拉走的。 我才想起老婆确实经常在他们科室或同事同学聚会上喝醉, 我都接过几回,老郭朋友的解释倒也能蒙混过去, 再问他们达成的协议,老郭朋友说就是叫老婆随时准备帮忙接待自己生意客户, 但本地人不接待,老婆不知道的是那些人根本不是客户, 在老婆和他们达成协议的第三天, 他接到资讯叫他晚上去陪客户唱歌, 要求要穿性感一点,大不能浓妆艳抹, 老婆应该是很纠结吧, 在家磨蹭半天后,终于打扮停荡,天气比较热, 他上身穿了件黑色紧身T恤, T恤领口较低,下身穿一条仅能遮住一半大腿的牛仔短裙, 没穿袜子,大腿光溜溜地露在外面,化了点淡妆, 老婆按照指示到了KTV,到指定包房外站了很久, 期间又接到很多条资讯,应该是催他的, 到最后老婆还是鼓起勇气,无奈地敲响了包间的门, 然后包房门打开,开门的是老郭的那个朋友, 他质问老婆为什么猜到,老婆没出生, 然后就被他拉进了包房,房间里有五个男人和两个女人, 女人应该是KTV的陪酒女,男的年龄大多在三十多岁。 看见老婆后,一个个眼里都发出异样的光彩, 看来老婆成功地激起了他们的兴趣, 老婆进包间后脸仗的通红, 又是往上拉铃口,又是往下拉裙子, 然后就往人少的沙发角落走, 老郭的朋友走过去和他说着话,他不停摇头。 然后老郭的朋友就挡住大家视线, 打了老婆眼光,应该打得不中, 但老婆好像快哭了, 又说了半天,老婆才微微点了点头, 然后就被老郭朋友拉着, 按在了几个男人中间坐着, 老婆一坐下, 那几个男人就开始找他说话, 敬酒,老婆听他们说, 偶尔点头,摇头, 但不说话,挨着坐的男人用手在他身上开油, 他开始还躲避, 甚至想站起来走开, 但都被他们按回座位上, 他知道挣扎是无谓的之后, 就只能尽量保护自己的重要部位, 不被侵害了, 男人们一边在老婆身上开油, 一边给他敬酒, 老婆开始喝的点后, 就不愿喝了, 对方就开玩笑般地按住老婆给他灌, 灌酒可能很难受, 他又只有开始陪他们喝, 老郭朋友一直拿着一个小摄像机在全程拍摄着这个场面, 最后, 老婆躺在茶几上不能动弹, 像死人一样, 只有身体偶尔的抽搐和起伏的胸膛表示他还活着, 男人们走了, 老郭的朋友带着老婆去开了个房, 他不敢回家, 因为身上有印记, 接下来每个月都会有十天左右, 老婆被叫出去, 让各种年龄, 各种爱好的男人陪伴, 老郭和我, 以及他朋友都用他挣了一大笔钱, 然后, 我提出和他分手, 理由是我挣不了钱, 对他不公平, 他不愿意, 但我还是依然转头走掉, 分手大概一年, 我带上几个朋友, 让老郭的朋友安排他来陪, 他走进宾馆房间, 看见我就惊讶地呆住了, 我也装着很惊讶地呆住了, 然后在他极度不自在的表情下发生了关系, 早上, 我最后一个离开时, 他躺在床上望着我流泪, 我掏出一千块钱, 摔在他脸上, 对谁, 他大声骂了句婊子,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房间, 但我心里总觉得空空的, 酸酸的, 堵得发慌,